中国抢救洞庭湖这下麻烦大了 怎么会短短不到72小时 一个破口提防从10米不到的缺口 列成超过220米的大破口呢 更让人民愤怒的是 你堵不住提防破口 政府就堵你的嘴 一份堵嘴的文件如何全面引爆民怨呢 今天人居要进一步来告诉大家 洞庭湖溃提恐怕不是单纯的天灾 它更像是人祸 祸首 居然要从多远的三峡大坝来讲起 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你刚刚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整个洞庭湖溃提 对中国大陆来讲 真的引发非常大的震撼 为什么你知道 你刚刚在那画面上面 居然有看到那个 本来应该是在SARS的卡车 居然从溃提的那个地方 这个车子都直接掉下去 所以有没有就像这个 那表示到底是怎样 你要到SARS也不用把整台车都倒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急 因为现在官方是 预估说在明天中午之前有办法把这个洞庭湖溃提的情况给解决掉 所以你看到了满载SARS的货车 连车带SARS一起栽下去当防波提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为什么有这么急呢 因为中国大陆网友其实现在高度有些质疑讲说 你们最近才花85亿的人民币要进行所谓的提防加固 那你为什么还会溃提呢 甚至有网友就讲说 你如果今天在一开始溃提的时候 如果你用这个所谓的专用的砂带 你今天把这个东西给堵住的时候 是有机位堵住 因为你洞是小的嘛 结果没有想到他说居然发现到 就像刚刚画面上面 那个砂池车都用散砂直接倒下去了 那那个水流这么湍底 你砂子一倒下去它就冲走了 所以这可能是第一个人祸 所以怎么会有这种方式去想说 我今天把这个溃提 你用这个车子 车子难道不会被冲走 而且你看不止一台车 可是这一段我刚好没做到 所以它溃提好像也不关官方的这个事情 可是你知道吗 你从这一个影像里面 你就会发现到 为什么它的危机非常大 这两张图要怎么看 事实上呢 这是整个洞提湖溃提的一个动态影像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原先的这个所谓的图 后面是溃提之后 你会发现到整个面积非常非常 这个颜色的部分 黑色是水 就是水嘛 那你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它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对旁边民众来讲 水位不断的上升 居然造成它非常大片 那个所谓的草地的面积 在35天左右全部就消失掉 所以你看左右里面对比 你会发现它这个水域的面积 一直扩大扩大 短短几天多出了5.5倍的台北市 你想想看 当它这个不断的溃提完了之后 那大家更好奇的是 它的这个洞提湖的水从哪边 是不是其他地方 一直这样灌上来灌上来 所以现在民众就开始 不断的质疑讲说 你这个大片的土地面积不见了 完了之后 是不是造成人民这个财产的损伤 那我问你 因为周休二日 这样的推波新闻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即时新闻 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我想说 到底会闹出多少人命 它影响人民的居住安全有多严重 没有人知道会到多严重 所以民众只好做一件事情 你知道逃 你知道吗 现在统计将近有6万人 直接开着车 能跑就跑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这个要逃离的时候 我只有记得几年前 就COVID-19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想说 我赶快离开 不要被封城 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次 居然是因为洞庭湖溃提 一大堆人想说赶快跑 而且严重到 你看路上整个车子 大排长龙出不去 塞成这个样子 那现在大家就来讲说 你到底是不是官方 在一开始的时候 处置失当 你不用专用的沙袋 你居然就倒沙子 结果现在传出来讲说 官方其实在溃提当天 居然有一份 所谓的红头文件 意思是什么 你从这边 关于全县公职人员 你如果在 取消休假之后 还禁止个人 对外发布讯息的通知 那这代表什么 是你要把这个 所有的讯息 全部给阻断 不让外界知道 真实的状况吗 官方你要知道 洞庭湖是整个长江流域 最重要调节 防洪的那个水域 结果这个水域 现在自己变祸害了 为什么我说 这几可能是人祸 因为第一 你花了380亿台币 钱花到哪里去 有没有人魔不脏 第二 你第一时间 居然用卡车 连筒散沙 就这么栽进去 想要当防波堤 这么笨的方法 谁让你们决定 用这个方法 在在都是人祸 第三个人祸 大家开始去找原因 居然找到上游的 三峡大坝 有什么关系呢 你在画面上面看到 这个三峡大坝 被称作世界级的工程 原先是希望透过 这个水域的调节的部分 也能够让它 这个所谓的船运的部分 做得非常顺利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居然发现到 如果上下游 同时出现暴雨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让 不具防洪能力的 三峡大坝现出原型 那我刚刚提到 事实上你在画面上面 所看到 这次也有人执意讲说 是不是因为 三峡大坝这边的水 实在太多 所以他们用泄洪的方式 你知道 那一泄洪完了之后 就导致下游的水 会整个大暴涨起来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刚刚提到说 三峡大坝最重要 是在调节它的水量 对不对 可是你调节水量的时候 就会让下游的民众 发现到说 当我三峡大坝 把它给封闭的时候 我的水 是不是就留在上面 可是当我下面 变得没有水下来的时候 就没有水器了 很有可能会造成 中下游以下的这个地方 产生干旱的状况 那等到你今天 开始进入到好雨季的时候 上下游又开始 大家一起下雨的时候 你上游把水又放下来的时候 反而变成什么 反而你这个三峡大坝 很有可能承受不住 担心这样的时候 你就大量的泄洪 甚至还有你在画面上面 所看到 三峡大坝这几年 一直被谈到说 是不是有位移变形 因为你虽然是做 这个世界级的 这样一个工程 可是你整个的蓄水量 到的时候 只要稍微有一个不胜的时候 你看过去都一直在提到 像这个 它这个大坝理论上 应该是直线一条 可是你看很多人 就质疑说 在这几个点里面 是不是有出现 这个所谓的变形的状况 当然官方都讲说 没有问题 可是你知道吗 在网路上 也有人做了 这个所谓的模拟 也就是他们在测试 三峡大坝如果溃堤 也就是他溃坝的时候 就在画面上面所看 会呈现怎样 你看 我们刚刚提到 洞庭湖的部分 是不是只有一个地方溃堤 极端天气之下的危机最前线 观众朋友 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昨天才跟您说 2024湖南的一号洪水 刚刚形成 洞庭湖水 濒临城下 可是今天 你在看到的是 端午节刚刚过的密罗江水 出现了70年来的最高水位 他淹过了两层楼高 更高 已经漫过了堤防 淹进了平江县 整个县城告急 甚至发出了 告父老乡亲书 这么为止 现在来讲的话 湖南真的是陷入了一个 空前的一个困境 现在来说的话 尤其在平江的地方 暴雨 洪水 沉灾 到处都是求救的声音 尤其是密罗江 我们先大家科普一下 密罗江的空拍画面 你看过去 真的是把一楼已经淹完了 人家看到的屋顶 很多都是二楼的屋顶 那这些东西都是搬出来的 就是直接放在路上 没有地方可以逃了 密罗江其实是两条江水 密水跟罗水 然后在湖南汇流之后 才叫密罗江 所以当上面一直下雨 一直下雨 然后两个汇流之后 你就知道说 这整个淹出去 是不是有多可怕 现在来说的话 到处都是网路上面 大家都是求救的一个声音 告诉大家说 我这个地方 水已经没有一楼了 都不是看这个画面 这都是二三楼 大家都跑去屋顶上面求救 甚至呢 有些地方是缺粮缺水 甚至还有这个小朋友的幼儿园 都告诉大家 怎么办 现在该怎么办 因为有些村庄 还曾经一度发生断联 所以很多状况就说 如果慢慢的资讯出来的话 恐怕在湖南平江这个地方 还有更多的灾情会传出 灾情的最高点 会是洪水的洪风过境的时候 现在可怕的是 这个最严重的时刻还没来 对 现在恐怕后面 还有更可怕的时候 好 密罗江现在来讲 平江这地方出现了 1954年来最高水位 什么叫做1954年来的最高水位 就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 所以如果你用气象记录来算的话 那可能就是历史以来的最高水位 现在来说的话 它超过警戒线 多少呢 7.15米 什么叫7.15米 就是这个状况 你看这个水出来之后 所有的车子都已经被灭顶了 7.15米代表说 这是两层楼的高度 一层楼三公尺 所以7.15米离了两层楼 然后呢你在平江站这个地方 你该怎么样去逃呢 你没有地方可以逃 因为你的一二楼都没去 所以呢你就只能往上去走 可是你往上去走的话 现在讲的后面还说是 红风还未过 所以呢你现在还持续下雨 红风还等着来 所以你这个7.15米 恐怕还要继续往上叠加 所以一楼没了 二楼没了 你恐怕接下来是 连三楼都会被淹过去了 这个是犹如战场一般 为什么我这么讲 平江县城烟惨了 最惨还没来 县政府居然发出了 告父老乡亲同胞书 这个是只有在打仗你才会看到的 现在来讲的话 对抗红风就是打仗 可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这个 连媒体都来不及跑啊 这个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地方 地方的媒体中心 他的一楼已经被淹掉了 所以呢你看大家 先把贵重的物品啊 一些摄影机 全部扛在上面 然后呢 这个东西用什么呢 当地县政府用冲锋 什么叫冲锋 其实就是橡皮井啊 后面加了一个马达 赶快过去救这些媒体记者 然后最难过的是 他上面直接告诉大家 Hashtag是什么 本台报导本台被淹啊 就是自己就已经被淹了 所以用冲锋 把他们赶快给接走 因为后面恐怕还有更多更多的灾情会传出来 搞不好我们继续看画面 这样的画面持续的进行 我们为什么说最惨的还没来 因为第一个 洪峰还没过境 第二 上游的水库拼命的放水 到底是能淹到多惨啊 现在来看平江为什么这么惨 因为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是一个汇流的地方 密罗江汇流的地方 然后在平江站这个地方呢 当这个河水整个溢流之后呢 他是用灌的 但过去来讲 你会听过海水倒灌 你有没有听过河水倒灌 当你的这个直接跨出来之后呢 你就等于打开了一个天然的缺口 这天然缺口告诉你就像什么 就像水龙头开了你停不了 他就一直灌一直灌一直灌 所以呢 这个东西你一二三楼恐怕都被淹过去 另外来说的话 水库 为什么告诉大家说水库没办法 一定要紧急泄洪 因为你再不泄洪 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在这个水库来讲的话 会溃蹄啊 所以告诉你说不能等了 我也知道你下游已经淹水了 我也知道你已经淹到二楼高了 但是我不放出去的话 水库会溃底 所以我就只好开了 那开了之后的话 你变成雨继续下 你原本的洪水都还没有退去之后 你又巴掌水库的泄洪 那根本就跑不掉 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 这些会带来土石流 你过去如果是淹水的话 那我就是爬到屋里上等救援嘛 可是土石流会带什么状况 它会带的泥沙带的土石 带的大的一些岩石 那你下来之后呢 不是淹水而已哦 你就像是什么样 像是洪灾 蝗虫过去 你会get up 对 你打下去之后 你的房子就会倒塌 倒塌之后 你这些砖块瓦力 又会变成下一个攻击的武器 你又继续往下走的时候 你这些砖块瓦力 又会去打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呢 你从上游 中游 下游 其实一路打下来之后呢 真的是 凡经过 都会造成灾情 好 水库在泄洪 下面水排不掉 水越涨越高 涨到连这一座桥 都不见了 对 这个地方是湖南的九龙湾吊桥 你想想看 这个九龙湾吊桥 照道理说 你下面应该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空间嘛 可是呢 全部都溢起来了 溢起来之后呢 连这九龙湾吊桥 这个桥面都被它给冲走 被冲走之后 再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说 这个水到底有多高有多恐怕 当第一段你拉到之后啊 你这压力把它拉下来之后呢 你就一段一段 这个九龙湾吊桥 一下子就被给淹没了 还有这个省道 你想想看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有20米的长 全部都被掏空 你的柏油路会掉 就是因为你地基 地基被掏空之后呢 你上面的这个柏油 你抓不到力 咬不到东西之后 就直接冲下来 所以代表说呢 你现在不是你看到的这么可怕而已 你恐怕很多的直批 很多的水浪 都已经饱和了 你只要再多下一滴雨 全部都会崩掉 极端天气已经无差别全球肆虐了 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看到 这个现场在哪里 西日本 已经变成了水漫之劲了 从九州到奈良 暴雨 土石流全境覆盖 灾祸才刚要开始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看 更严重的地方在中国湖南 秘若江水居然出现了70年来的最高水位 溃堤淹进了平江县城 全县城 大到极了 对了俊阳 我们看到现在因为极端气候的这个发威 导致这个西日本 现在它笼罩在这个梅雨封面当中 没有想到上层的云带 跟这个带来的庞大的这个水量 造成西日本降下的这个暴雨 你现在看到的是九州那一带啊 街道上几乎很多地方都开始积水 然后产生了这个暴雨的画面 很多地方包括有些汽车啊 几乎要快灭顶 那驾驶要想办法这个开窗 然后逃出来 你看到没有 几乎每一辆车经过啊 好像在水中行车一样 不管是小轿车或货车 在这些九州的这个街道上面 到处都是这个积水成灾 那除了九州之外 还有包括在九州 就往北走一点 像这个奈良 你看到这个奈良的土石流 九州也有发生 九州到奈良都出现 因为你知道吗 雨水一大 它的水量一增加 导致那个土石松软啊 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画面 而且导致有些交通会中断 所以九州 刚好我们这个台积电 在九州的那个熊本有设厂 那也是这几年 我们这个国人 会喜欢去那边观光的地方 还有包括西日本有哪些地方 像广岛啦 还有这个山口县啊 那都是暴雨成灾 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是西日本 光一个九州 四个字 触目惊心 另外一个 你真的才会真的发现 淹成这样子 端午节刚过 蜜罗江水已经淹成了整个县城 发出了告急SOS的通告了 这是屈原故事的发源地 这个蜜罗江在湖南省的这个平江县 它也是特大的这个暴雨 结果造成那个洪水泛滥 整个洪水倒灌 你现在从空中的这个俯瞰空拍图 整个蜜罗江你看到没有 几乎把整个县城都淹成了 这个看不到它的一个镜头 全部都是那个淹水 那而且你看到没有 这个旁边有一个这个牌楼 这个江水本来那个牌楼旁边是江 那可是旁边是道路 那结果从牌楼进来 你看到刚刚是这个空灶图 你这样子拍下来看 那完完全全你根本不看不到 河川在哪里 河川就在牌楼的右边 就是刚刚在那画面那边 那现在你看到这些街道 一楼都淹掉了 淹到一两层楼这么高了 所以你看到全部都变成江水了 所以蜜罗江水 它越过了超过两层楼 约莫是七米的高度 已经漫堤 甚至被形容是溃堤 那个江水不止濒临城下 已经淹进了整个平江县的县城 你刚刚看 它已经擦一尺就到坎磅 换句话说整个一楼 都已经变成了水面底下了 所以县城被淹 也有很多民众受困 导致他们当地的救难单位 还有这个民警 他就要坐着这个橡皮艇 进去展开他的一些搜救 还有这个物资的救援 而你才看到县城被淹 这个最近因为暴雨的关系 闪电雷鸣 刚刚我们在录影的时候 我们这个台湾的午后雷震 也是非常的平凡 更不要说在这个 刚刚从西日本 讲到中国大陆的 华中 华南地区 那有些地方 水淹的这个车顶 也是一样 想办法 驾驶就要破窗而出 或是攀扶着电线杆 你现在他是抓着电线 他好不容易 他有这个电线杆在旁边 可以让他引靠 那个水一直流嘛 所以那部车子 尾巴是他的车子 他开到一半 破窗跑出来 要不然他会连人带车 可能就没命 你要嘛就站上你的车顶 可是你怎么知道水位会不会越高 你没有支撑物啊 所以他就干脆在那个 靠着电线 拉着电线 那你再看到这个民众 这是一个养猪场的男子 然后他被这个救出来的时候 民警呢 这个民警他去救他 他是把这个救生圈丢给他 然后想办法把他拉过来 其中去救他的这个救生圈 他是懂水性的 可是他也不敢冒然这样游过去 还是要众人合力把他拉过来 他用救生圈后想办法靠近那个男子 养猪场的那个主人 再把他拉过来 你看河水多湍急啊 这件事情可怕在于 昨天我们才在这边告诉大家 他们2024的一号洪水 刚刚形成第二天 你已经看到了生死一瞬间 更恐怖 仿佛阎罗王就在面前的现场 是山区的土石流啊 对 刚刚讲到很多地方都有土石流 从湖南的淮化到湖南的岳阳 你看到没有 你不赶快走壁的话 你就可能被土石掩盖在底下 所以那个民众赶快撑着伞 冲过来 还拿着这些细软家当的东西啊 赶快这样跑过来 因为那个土石流是一直冲 那接下来你看湖南的这个土石流 到处去冲倒了一些房屋 你看到没有 房屋在这个半山腰的山坡上 直接被冲垮了 这么脆弱啊 马上变成瓦力碎片 像保力龙一样 你等一下再注意一下 画面当中那个白色的小屋 撑在那个地方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下一秒就垮了 而且旁边的树木也树干硬生而倒 然后接着就跟着瓦力的这个房屋 破碎的这样子一直被冲下去 多可怕 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剧烈的天气 极端的灾祸现场 要买一下热了个钥匙 要买一下子暴雨洪水成灾 最明显的例子在河南 洛阳这个地方就是啊 河南洛阳是历史古都名城 那结果没有想到 碰到了突然狂风这个咒语啊 让他们这个居民一下子没办法防备 然后所有的这个店家 你看到窗户 还有他们民宅 他的这些窗户 这个风吹得多大 这个哪来这么强的风 可以吹到整个 这个真的是门窗剧烈 他的瞬间震风啊 几乎感觉威力比台风还强 你看他那个树一直摇 结果倒了 你看摇了两下就倒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个风雨这样子交加的 然后在这个洛阳啊 几乎你看到没有 然后当地啊 这个官方还通知他们 尽量不要出门 因为你看一出门 你站得住吗 连树都倒了 所以学生在教室里面 在教室里面看到这个 这一幕都吓到了 是 好几这个好几个 好几栋的建筑物啊 这个一楼二楼的这个窗户 全部都被吹破了 阳台也都这样的 出现这个状况 所以呢 从湖南到这个河南 几乎都是极端气候发威 那这个接下来这个画面 你要怎么解释 好端端的一个地表 碰一个变成 踏成天坑了 那当然是陕西那个地方 本来就在建一个这个铁路 那建这个铁路呢 地下铁的铁路 结果没有想到 刚好最近暴雨 可能它的这个地基 它已经在盖地下铁了 然后下面又被掏空 直接塌陷 你有没有看到 它下面掏空那个水 好像一锅在煮沸一样 煮沸的水对不对 然后形成了整条大马路 然后中间一个大窟窿 看了让人家也觉得头皮发麻 这是什么样的极端气候 才六月 观众朋友 中国北方已经标出了 43度的历史高温 可是同一个时间南方呢 广西淹大水淹掉了半座城 整个医院在抢救 核磁共振的设备 印度更恐怖 这夺命高温 教室里学生集体热婚不说 警察甚至在马路上替猴子做CPR 天哪 怎么会这样 事实上中国大陆 在最近的时候 确实遇到南北气候 极端差异的一个状态 我们先来看它的北方 你如果从这个地图上面来看 你会发现到 这个都呈现幾乎是 红色的这个区域 居然很多地方突破 六月的高温记录 所以代表是现在的 所谓的天候的这个状况 已经跟以前平均的 这个数量上面来讲 是有差异的 包含到山东跟河北这个地方 他们现在出现大量的 这个干旱的一个情况 那你一干旱的时候 你在这个照片上面 看好多人跪着对不对 他们不是在这个 所谓的南路喊冤 这些人其实是在奇雨 你知道还有大陆网民讲说 天哪 有人跪地奇雨的 这件事情 为什么在大陆里面 这个所谓的网路上都看不到 是不是有人介入 有人这个所谓的介入 让这些讯息不能出来 但是因为他们当地 真的就是因为缺水的情况 你看到那个河床有沒有 现在好可怕 那都已经干到都列了 而且说真的 这要下多少的雨 有多少的水 才能够补足这个状况 可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在北部的这个地方 是这个所谓干旱的情况 我跟你讲 到了南部去 他们就觉得说 天哪 你怎么一天到晚 下大雨你知道 这个地方是在广西玉林 玉林这个地方 因为下大雨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那不是车子开错路 它不是开到河里面 本来是道路 现在全部变成河流 连这个商场里面 全部衣服都泡在水里面了 你知道 重点是什么 为什么它们会导致到这么大的 一个洪水的一个情况 因为它们在24小时里面 降雨了247.7公里的这个雨量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看它几乎整个层都泡在 而且你看它那个黄泥水 我跟你讲 就算水退掉了 以后也很可怕了你知道 包含到火车站 因为火车站 如果你做这个地下化的话 你会发现到这个水 直接沿着这个 你看电幅梯那个 整个都下去了 一大堆人在那边看 我跟讲看也没有用 那个铁轨都不能走了 像医院是抢救人命的地方 结果现在首要是要救 这个所谓的核磁共振的设备 它有可能是因为它可能 是位在地下室之类 所以你看水是不是往下淹 还有到一般的民众讲说 我要抢救 我跟讲连抢救都不行 你看这个民众 他们外面都已经在淹水了 结果他们努力地挡住 挡住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挡也挡不了 那个水的力量之大 所以你看连两个人 顶住这个门都没办法了 这个状态就这样 你就看得到 这个淹水的情况 非常非常严重 而且不只是在 这个所谓的广西 连在云南这里也有网红说 我们今天晚上去录影 结果隔天早起来说 天哪 谁把我这个帐篷移了位置 后来才发现不是 因为大雨的时候 那几十个帐篷全部在那里 你知道吗 所以醒来都泡在水里面 甚至连在云南这个地方 有一个知名景点 是 他们用这个什么你知道 用玻璃栈道 它就是一般的时候 其实就是类似像滑水 到人家橡皮亭可以走 结果没有想到 你现在看着 有没有卡住了 因为这个游乐园的人 我也说很多 你那个栈道 其实被上面的落石砸坏 你就不应该把橡皮亭放下 结果这边还在抢救 后面的橡皮亭还在走 你知道吗 一个就接着一个 这样一直撞上去 所以我们就讲说 像这种一个淹水的情况 在中国大陆 就造成很大很大的 这样一个伤害 那我们再回来看在印度 在印度这个地方 最近也被热这件事情 弄到这个人心惶惶 他们现在居然创下 52.3度的这样一个季度 才6月还没过完52度 你看一大堆学生 热到这个所谓的中暑 甚至是晕倒 还有什么你知道 还有居然官方有发现到 因为大家热想要喝水 结果居然在这个井里面 发现到40只的猴子在这里面 猴子怎么跑到里面去了 他不知道是要泡澡还是要干嘛 还是他真的想喝水你知道 但重点是他们发现的时候 居然发现这猴子都已经溺斃了 所以我们就讲说 这种所谓的高热 包含到什么 你看溺斃没得救 对不对 在印度街头还有这样 印度警察当街帮猴子做CPR 等一下 这个爱护小动物 但问题是因为热到变成这样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热对不对 我再让大家看冰 西班牙居然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那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結果你像画面上面所看到 有没有 鸡鼻子怎么会变成这样破一个洞 鸡鼻破洞 而且前面雷达都跑出来 你知道吗 他们当时是一架奥地利航空 他们从这个所谓西班牙 这个地方起飞的时候 结果没有想到乘客就想说 他们在高空中遇到冰炮 那时候就已经有人挨出来了 你知道那个尖叫声都出现 还好飞机平安降落 但问题是一降落的时候 我们下季的时候 走到机头那边去看一看 他一转头才发现到原来第一个 驾驶舱玻璃都破 才历清短短两分钟的冰雹区 到底是多大的一个撞机力 可以撞烂他的鸡鼻子 所以在驾驶舱的时候 乘客不知道是机长 还发出求救希望 你看他这个样子 你怎么从窗外飞了 还喊出Mayday了 你全部都只能靠这个自动仪器 还好自动仪没有被弄坏 但是整个鸡鼻全部都坏掉了 你知道 那你如果来看德国 德国也是遇到暴雨你知道 他居然变成像画面上面有这个 我现在在介绍都不是威尼斯 他们居然因为多脑河的水位上升 引发洪灾 所以一大堆的房子被泡在里面 还造成这个上千人左右 必须要撤离家园 所以你看到一年两年之前 我们才说多脑河水会降到的历史 新低 完全上面的货物运输 受到了影响大打折扣 才说完两年 现在变成历史上最严重的洪焕了 而且你现在看到了 因为这个水 基本上是在禁止的状态之下 但是我告诉你 你如果是行驶在河中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说这个瓶颈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这是一艘渡轮 我现在讲的这个渡轮 你一定想说 它是在汪洋大海中都没办法 说实话 你知道像一般的船体 你在船头前面那个玻璃 绝对都是强化玻璃 是 因为它要能够抵得到你这个冲击 而且你在看画面的右边 隐约有看到陆地 所以它并不是在一个大海的正中央去行驶 是在离岸边很近的地方 没有想到这样子一个巨浪 居然把玻璃的 这个所谓渡轮的玻璃 全部给冲破了 这个星期开始 中国面临更迫切的一个挑战会是什么 极端天气 极端灾祸现场 你看到了 超警戒洪水正袭击长江流域 而且不容乐观 为什么 长江下游摩托上海 迎来最强的暴雨 上海变海上 这个噩梦又要卷土重来了吗 你刚刚看到那个影片里面 在上海那个地方 我跟你讲 那个雷电交加 不是透过电影特效 你看它整个的画面 事实上在最近 大家会发现到 上海市的所谓雷电黄色 跟所谓的暴雨黄色的预警信号 已经开始生效了 为什么你刚刚看到 整个闪电这样划破天气 而且这个暴雨来得又快又急 你刚刚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那个车子 几乎轮胎都快被淹掉了 那结果呢 就有市民 他就出来讲说 告诉你这个大雨好可怕 为什么 自己家里 你看被淹成这样 他说他不断的拿那个水 那个脸盆 一直不断的往外咬水 可是我说真的 你这样往外咬 外面的水就一直流进来 你那个能够咬到多少的这个水下去呢 所以大家会发现到说 哇这个暴雨 这样子一起进来的时候 真的很可怕 可是呢不是只有在上海这个地方 出现暴雨的情况 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 连在洛阳这里 事实上也遇到所谓的 强对流的天气 那我就讲喔 其实以这种所谓的强对流的天气 我觉得啊 其实它最可怕的就是 来得又快又急 你根本没有办法有任何预防的机制 那我们就回来看喔 事实上在河南这个地方 它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 就在发展这个所谓购物商场 就你在画面上面 门都被吹歪了 那里面的东西这样吹进来 招牌什么都被吹掉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大家就发现到说 这个雨啊 这个风势这样来的时候 真的让大家 连走都没有办法走啊 好今天一关注的是 中国上海魔都 要迎来最恐怖的暴雨跟洪水 为什么担心 你来看看 再往上游走 长江上游 它调节洪水最重要的洞庭湖 水已经满到城门口了 其实以洞庭湖来讲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湖泊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你有没有看到 靠近我们画面的这一边的时候 那个水都已经淹到半个城门高了 你知道吗 那可是呢 因为其实过去啊 大家觉得说洞庭湖有一个最大的 就是如果我洪水这个过来的时候 它可以做到调节的一个功能 可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我们靠近镜头这一边下方的 水满到半个城门高 可是在另外一侧 在城门里面 水淹不进去 这个厉害了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当然是挡住了 但问题是呢 如果你的水在不断的增加的时候 里面也要淹了 有没有可能这个漫过去呢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以洞庭湖本身来讲 因为它其实具有这个所谓的蓄洪 就像我们类似讲 制洪池这样一个功能 它本身其实有3471公里的这个堤防 那本来都是湖南 这座防汛抗洪里面的这个主战场 结果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 它现在是挡住了这个所谓的防汛了 但问题是呢 如果水越来越多 现在这个城门外的这些民众 也会非常非常的担心 所以在这一次湖南省呢 就发布了什么 今年第一次的这种红色暴雨的这个警戒 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呢 洪水你看喔 它不是只有一般的水而已 连土石流 甚至你能不能看到 好可怕 有一个声音在讲 快点走 为什么 因为呢 其实啊 它在里县的一个小村庄里面 那那个水流夹带大量的泥土 这样子一直往里面冲 那时候其实有一个餐厅的老板娘 你知道 他本来在那边就发现觉得说 就淹水淹水 结果后来发现不对 因为土石那个力量代表什么 那个水流非常的湍急 所以他就一直在吼说 赶快走 赶快走 大家赶快给离开啊 所以在湖南省 2024第一道的洪水已经形成 你刚看到的画面 源源不绝灌进了 居住的小区 社区 农庄 我就问 所以抢救洞庭湖大作战 就等于抢救湖南大作战 今天如果湖水淹漫出来的话 湖南省也要遭殃了 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到 对当地的民众来讲 就是过去或许有盐水 但从来没有淹过这样子又大又急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车子 居然上面载了一堆的这个人 事实上就像画面上面所这样 因为他在30号的时候 有一个村民受困之后 赶快打电话给他这个村书记 村书记立刻开着这个 我们讲这个 这个有蝉斗的那个车子 赶快把民众 就在这个载过来 所以你看 好几个民众 都坐在那个车产里面 就这样过来 可是呢 虽然有民众就苦衷作乐 他就说 哇天哪 你真的是我们的这个诺亚方舟 但问题是呢 这个水是 如果这样一直下去 等水退是一件事 水退后的这个 所谓的灾后的复原 那对他们来讲 也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刚从上海开始一直走 走到这个所谓的湖南 这个地方再进来 你看连贵州 贵州这个地方 事实上它也产生了 这个所谓的暴雨 还导致它的这个 武阳河的水位不断的上涨 那你看贵州 其实它之前 有很著名的景点 就是所谓的古镇的这个景区 就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 你根本看不到道路 因为这些整个的景区里面 全部都被洪水给淹没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洪水的另外一边 就是所谓的车子 你看 它那个整个都垮下来 被水都冲过去 所以你如果这样看过去 就会发现到 好多住宅区的一楼 都已经不见了 甚至有一些 这个大型的这个车辆 都被那个淹没 那你想想看 道路都不能行走的 这个状态是这样 对于民众来讲 他只能受困在 他自己的住宅里面 我们讲完了欧洲 讲完了美洲 是 回到亚洲 是 那亚洲我们也挑 最大来讲 就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出现一个奇景 米路 六十头米路 是 在洞庭湖上漂流 就是它的游 就这个冒出头的 这一个一个的 你不要以为它 你只看到这一段 对 它因为湖水上涨 它来不及走 它在这个水里面游了两公里 游了两公里 是 游了两公里 上岸之后惊慌失措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冲到岳阳城里面去 它吓坏了 在街道上狂奔 它吓坏了 吓坏了 因为它搞不清楚 为什么会突然间 洞庭湖 水位哗一下上涨 它居住地方已经没有了 它找不到居住地方了 游不过两公里 它就要被淹死 在洞庭湖了 对 所以你看 它游了两公里上岸 是 惊慌失措 跑进岳阳的街道上 狂奔 是 那究竟 除了米露之外 马老师 大陆的水灾到底有多严重 我给你看一个 这个 说实说影 来 大家看 这是一个 这个别墅区 是 注意喔 它是完全干的 它本来是干的 完全没水 你还可以看到 你看到这边的道路 对 这边的道路 是 这边有一个平原 对 美丽的清清脆脆的平原 对 非常非常美丽 是 水一来 淹一层 你觉得OK吗 对 淹两层 淹三层 淹四层 涨那么快 我告诉你 涨到围墙看不到 大门看到一点点头 而且到了晚上的时候 你还可以看到 两个灯还亮在那边 喔 大门的灯喔 就水里面 是 这两个灯还开 所以水里面就看到两盏 是 孤孤零零的黄昏灯在那边 你就知道这个水淹得多么的可怕 观众朋友这个星期开始呢 中国面临更严峻的极端天气的威胁 特别是 长江沿岸 现在我们全部都要来关注这个地方 摩都上海 他这几天迎来最强的暴雨 上海 变海上 这个噩梦又要卷土重来吗 我们就说 这个夏天已经没有人在谈暖化 因为直接跳过 变成沸腾了 沸腾的大地 沸腾的海水 预告怎么样的高温危机呢 这样跟我们先讲喔 首先台湾光是我们的海峡附近 特别是台湾海峡最近 也来到30度的高温 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 有看到这个30度一定不以为然 包括我们的制作单位小编也知道说 30度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台湾全部都38度40度 各位 不要搞错了 为什么 因为陆地跟海洋的比热不一样 海洋啊 夏天就算通常38度的时候 你知道它大概几度吗 就大概26度27度 所以在晚上的时候 它才会产生对流风 调节天气嘛 调节的效果嘛 对不对 就跟你讲 这个海峡30度 我这个真的是吓死人 平常26度的海 你想想看 这么大一片大海 70%海洋 竟然到30度 那代表一件事情 全球暖化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 可怕到什么程度 可怕到可以让直播主崩溃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南岸的女直播主呢 她来到这个台湾 我跟我讲 因为韩国的纬度比较高 所以其实韩国没这么热的 夏天不会这么热 结果她来的时候呢 突然直播到一半的时候 你知道她妈妈 就这样 又哭了 又说 哎呀妈妈咪啊 哎呀我的头啊 我也不知道她讲什么 她讲韩文啊 就38度而已 有必要哭成这样吗 鐵巴 你可能不知道 就是讲一下韩文吧 对不对 你讲到这个重点了 38度有必要这样吗 坦白讲我也这样认为 但可能对于这个韩国人来讲 这个温度太高了 人不舒服 所以她就现场有一些状况嘛 因为我们平心而弱 我们那么常在暴行文 跟大家介绍说 到底天气世界更低多了 比如杜拜50度 然后那边又40几度 哎拜托一下 连希伯利亚现在都38度了啦 你在开我什么玩笑 这还好吧 有那么严重吗 但没关系 人不舒服嘛 所以她在躲来路边求救 总而言之 她不只是呢 天气很热 这个直播主也順利地 博到了热度 真的很严重 观众朋友 特别中国我们要看到聚焦 整个长江沿岸 都进驻了高度警戒 为什么 第一号洪水 已经在湖南形成 水一路下去 会淹到了哪里 上海摩都 这个地方 现在要高度警戒了 对 我们观众朋友 你自己看这个上海的这个雨 吓得之大 你知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说 由于我们刚才一直在阐述的高温 所以这个高温 它警戒而来 带来就是会前所未有强烈的热对流 热对流就是说 暴雨 所以你看呢 包括长销中销的水位 根本都已经快要超出几间线 真的是已经超出几间线了 你仔细看 你现在看到所有淹水的画面 所有涉水的画面 甚至是整个路上行车 所有的轮胎 很有可能它的排气管 都要担心着会不会进水 这都已经变成了上海人的日常 因为呢 它们所谓的暴雨 已经变成是 现在天天每天都是这个状况 而且甚至是 只要没有淹到灭顶 都要偷笑了 所以你知道它们的民众呢 夺绝衍生出了一种 因应这种洪水的方式 来各位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 上海的一个妇女 这个妇女在做什么呢 她拿着一个水盆 不断的呢 在往外拖水 但有意思的是什么 有意思的事情 你会仔细注意到 她拖着拖着的同时 下面的水 还是不断的流进来 下面的水 还是不断的流进来 所以很显然 他们根本没有应对这个状况嘛 各位你知道这像什么吗 就像你在游泳池里面 拿着一个水盆 不断的把这个水 往旁边一公尺自摇 往旁边一公尺自摇 请问会有用吗 没有用 因为整个上海 都已经变成一个大狮子 魔都上海 现在还不是最惨的 我们刚刚提到了 一号洪水是在湖南 一路沿着长江下游 再过几天 会不会上海更警戒 再升高呢 我们来看到 已经升高警戒的这个地方 叫做贵州 贵州现在淹成什么样了 对 我没有说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说 上海那个还算庆幸 来 各位我问一下 你现在看到这画面 你觉得这是什么 港海 还是什么 这还是哪里 都不是 那个是巴士 如果不讲话 你还以为是什么接驳船 完全不是 甚至你现在看到这画面 更可怕 为什么 因为它的水流之大 直接把整个山体 给冲得崩落 冲得崩垮 甚至连地下道 稍微有低瓦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旁边 洪水不断泉泉的涌出 甚至你看这些民众 全部躲在桥下 完全不知所措 因为那台车 我跟你讲已经报废了 这是他们现在 面对的状况 过去这个地方 是一个古镇景区 结果现在 通通变成汪洋一片 有没有仔细注意到 这些建筑物有些地方 包括它的顶部 都是一些装瓦屋墙 代表这是一个 古色古巷的地方 而这些古色古巷的地方 代表它已经 住立在这边 很长一段期间 但这一次的洪水 已经将它们彻底的摧毁殆尽 刚刚那个画面 你看到没有 已经水是满到了整个一楼二楼 我不知道它原本几楼 但是只露出一个屋檐 代表这个水量之大 而且你看这个画面 你会知道它原来 应该就是一个河道 可是河道已经满到旁边住户 满过了堤防 满到了道路 满到了屋檐下楼 对没有说 因为我们要知道 因为长江下游 它一定很多有种 截区湾流的地方 这种截区湾流的地方 很多包括这种古城古镇 因为它是要古城古镇 代表它住在这边 很久的一个情节 所以这时候 你如果说河水 一旦误过呢 它的我们讲的几件些时候 它蔓延开来 整个所有的区域 全部都会变成汪洋一片 甚至是我们看到 沿岸的提案 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个画面 非常的惊悚 为什么 它等于是有一个商铺 那这个商铺 它摆着一个木船 有没有 我们看那个画面 是不是有流过去休息 各位你现在看到了 有没有 整个木船都被冲走了 各位啊 那个木船本来是应该走在河上 你说雨璇 那刚才那个不就是河吗 不是 那原本整片都是陆地 甚至是有一些 险象还生的倾向更加可怖 为什么 可怕在哪里 比如说有一个老人家 来各位你仔细看喔 有没有看到一个老人家 坐在木板上 哇 这老人家怎么那台 不是耶 底下有1 2 3 三个人头 都已经水淹极尖 他们是担心这个老人家的安全 所以才撑着这个木板 然后甚至是垫着脚尖 用游泳的方式 想要把它带到安全的地方 虽然说这个叫做患难中见真情 患难中见到人性的光辉 但你想想看 对于这些身家财产 都在这边的人也亲和一看 所以你看到了 一个雷踢下来 批中了便电所 2万人没电可用 所以中博当我们看到 极端天气变成公电的极端威胁了 观众你看看这个画面 从来没见过在南投的高丽菜 居然就有片被冰雹砸到嘴狗狗 种一辈子的农民之乎 没见过 就怀怒说哇 这一下要去种乞丐啊 当地的高丽菜农就讲 他说我在这里30多年种高丽菜 一辈子每月就是这样的现象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当时这个我们说的冰雹雨 是突如其来 说来就来就下的 那个民众讲 那个农夫讲 他说我本来之前一刻还以为说 我今年可以有个好收成 因为再过一个月就可以收成 啪啪一下下下来 大概差不多像珍珠大小 他几公分大像弹珠一样 他说啪啪啪 那没关系 我们知道热队流旺盛下冰雹 这很正常 但他们觉得可能已经忍一下就过去了 没有停 就一直下 就打到我们甘主城所说的 这个高丽菜 全部打到这样碎乎乎的 所以才会有这个农夫讲说 看得很心疼 我今年要做起盖 其实我知道他们这些都是在 等于说自己在自嘲 可是其实这些损失 你根本是突如其来始料未及 那讲到这样的一个暴雨 讲到这样的一个极端气候 我把镜头移到中国的浙江 浙江呢 你知道其实他们有一个 1800多年的古城墙 这水亭门 10秒被毁 你看这件事是一画面 观众朋友 我们等一下如果再播一次 你可以数数看 就真的10秒 左边 当然我讲的这个水亭门不是全毁 就毁一部分 你看 轰来一下 嘣 左边整个垮 我给你看这个 后来去拍了彩色的照片 看得真的很心疼 他4A级景区 他1800多年的历史 他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都石头跌出来的吗 对 就暴雨 他东海末年的时候是用土盖的 然后唐朝的时候 用砖网去把它加强 就下一些长雨 对啊 他是他们中国国家级的这个古迹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6月25号下午6点的时候 就发布了红色警报 暴雨红色警报 可是没有想到以前这个古迹都没事 但是这次 因为他是浙江 渠州最完整的一个城门了 但现在也不完整了 才10秒 好 那讲到浙江 还有另外就是他们的杭州 杭州有西湖 附近还有千岛湖 先来看西湖 西湖就右边那个照片了 好 这边看到有人在钓鱼 那看起来很平静啊 发生什么事 那我镜头看是往右边移了 在泄洪 然后泄洪不是有很多那个鱼吗 就随着那个上面泄洪下来的水 在那边啪哩啪哩的跳 这个画面看起来 你没有说觉得很震撼 但是其实西湖 当地的人讲 我们好久没泄洪啊 他们不是常泄洪喔 九大出水口 齐开泄洪 另外镜头看另外一个 我们该讲的 新安江水库就是千岛湖 它也是 它是九水道 也是齐开泄洪 就是因为连日来的暴雨 已经导致当地这个水坝的水 如果你不赶快泄的话 那很可能会溃坝 可能下游的人到时候会全部都因为 这个汛而倒霉啊 好 那讲到这个各地狂泄洪 泄洪时机 也是一门学问你知道吗 我们把镜头拍到广西 广西呢 他们的这个新安县 荣江镇 是他们的葡萄之乡 好 那葡萄之乡 我们就去看葡萄嘛 那有没有觉得这葡萄 怎么怪怪的 这么灰色的颜色啊 而且这样的葡萄 感觉你怎么会是葡萄之乡 原来葡萄農家 这葡萄是被水淹过啊 你去看 观众朋友数一下 这个这么高是可以淹多高 淹成这样 没错 你去数一下 你从他站的地方 一直往葡萄架上去 是不是至少两公尺 对啊 那怎么会被淹成这样呢 哪来的水 广西从月中 六月中就出现了暴雨 一直下到现在 所以呢 当地上面的这个水坝呢 他们就泄洪 泄洪之后呢 下面我们讲会泛滥成灾 结果我可以播一个画面 另外一个画面给大家看 说葡萄很惨 农民心生也很惨 就去找领导理论 领导我问你 你为什么晚不泄洪 早不泄洪 你一定要到警戒泄你才泄洪 那你这样一次泄 你为什么不平常宣泄一点 那你这样一次泄 我们当然会淹水啊 无预警的泄洪 让我连要抢收都来不及 不过领导有解释 他说如果我提早泄洪 那可能就会浪费水资源 到时候你们可能会无水可用 那我晚泄洪就可能会变成说 你们是葡萄园的损失 那领导最后的结论是说 反正这种说来就来的暴雨 也可能只能期你们体谅 藉由你们的损失 至少保住水坝的水资源 惊悚啊观众朋友 1800年的古城轰的一声 十秒钟不见了 这就是极端天气 中部来告诉我们 在热穷罩顶 越来越热只有更热的情况之下 还要上演怎么样的一个 极端天气下的极端惨案呢 我们晓得奥运即将在法国举办 我们就把镜头带到法国去 有一个人呢 他在月台等火车 结果呢 他说奇怪前一刻还要好好的 那怎么这一刻变成 你看 把感觉 这个空荡荡的月台 就只剩他一人 因为其他人都躲起来了 你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躲在那边 一个瞬间 一个瞬间 就我们讲的一个move 他就遇到狂风暴雨 结果呢 你有听到那个 还有那种 那個雨水 打在那个水泥月台 还有这种声音 很恐怖 还有那个风声 然后呢 他边拍棋他边尖叫 他尖叫 他讲法语我翻给大厅 他说天哪 这是我经历过最猛烈的风暴了 好 那我问各位啊 你说突然 这个雨 雨是暴雨 冰雹雨 突然说来就来 我觉得这个 你说地大物博的地方 才有可能吧 西班牙马德里 城市耶 市区耶 你看看 那个冰雹下下来 比我们刚才那个 南投冰雹又更大 又直径三公分以上 就我们讲了 可能一个钱币大 有谁听到声音吗 电力声 电力声 这个不是雨滴耶 杂冷会出人命的冰雹啊 我觉得那个声音 听起来真的是 让人家觉得毛主手来 电力声就打在铁上面 然后镜头马上 Ring进去 让你看到 你知道这个在马德里市区 那马德里市人 这个很热闹的城市啊 那三公分的冰雹 从天而降 又不停 而且你再往前看 那个洪水在泄流 顺着那个坡道下去 好可怕啊 爸主持人 你知道那洪水 更可怕在哪吗 那冰雹它一直下 它又不停 就变成冰雹加雨水 变冰雹河混在一起 结果呢 就看到很多车子 就开始在滑啦 就变成在那像飘飘 飘飘河 变飘飘车了 这马德里 还更恐怖的是什么 不只下冰雹 它温度还骤降 也是说来说来 本来前一刻三十几度 后一刻变十九度 哇 直接可以腰斩 是 这个情况之下 好像有一个人开关 冰雹说来就来 温度说降就降 是 这么极端 那结果尤达说 也出现类似的状况 所以有一个人呢 他就想要突然想要去游湖 要游鲍威尔湖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 天气不错 你才会去游湖嘛 结果没想到 他一开出去之后 他觉得怪怪的 他觉得怎么 怎么现在是怎么样 突然进入脾行时空吗 你看那个湖水砸成这个样子 对 他感觉他进入了天气的黑洞 突然前一刻是晴朗 后一刻就下冰雹 这冰雹超大的 因为那整个我们讲 鲍威尔湖的湖面湖水 全部都弄得好像有雨在跳一样 他这个时候呢 他边拍 他说他拍是抱着生命危险拍 因为他随时都 因为他没有防备 他随时都可能会被冰雹砸到受伤 好 那讲到受伤 讲到准备 对 这个明尼苏达州的水坝 他叫做拉皮丹水坝 他附近 因为这个暴雨 已经下快一个月了 他的情况越来越惨了 就惨到被这个民众捕捉到说 有一个房子呢 就在这个泄洪的过程呢 整个地基不挽 地基被掏空 然后房子瞬间倒塌 入河 这边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对 就这一刻 好 所以我们只能说 地球人要爱惜地球 不要被极端气候给反噬啊 一路听下来 这边告诉我们 现在是缺水 旱象 这边听有印象在预告什么呢 这边的强政 互为交互引力牵扯的因跟果 大家 昨天如果有看报新闻 我们为大家引述了水利专家 直指背后的元凶 是那一座世界级的经典矿石巨座 三峡大坝 没有想到化财出口 今天又扯出了 居然三峡大坝当时建成之前 已经有关于它的十二项恐怖预言 更可怕的是 十一项都已经陆续一验了 事隔十几年 十二项的预言 对 居然哥讲对了 十二项 已经有十一项的预言成功了 比如说包含什么 包含了这个三峡大坝盖好之后 它的水利发电量将会不足 那整校当时设计是要让它大的 怎么会不足呢 还有相关的周边生态造成的淤积 还有人等等的 十二项预言十一项都已经完成了 居然哥只剩最后一项没有 你知道最后一项什么吗 就是说势必没有办法 得把三峡大坝给炸掉 不会吧 没办法 因为他最后没办法 他的十二项预言的最后一项就是说 等这十一项都发生之后 人类就会发现 三峡大坝是破坏生态的 它是逆天的 所以只好将它炸掉回归自然 这何止是预言 这都听起来十二项有十一项 都说中了 这是诅咒 对 所以三峡大坝这个事情 是中国大陆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 我们今天不是在唱衰它 但是我们要点出问题 因为过去被点出的问题 也曾经被否认过 三峡大坝 现在导播现在看这个画面 有没有 非常的雄壮 而且非常威尔的一个 大的一个建设 但是呢 这个建设现在出现了几个点 2009年的时候 来 还有观众朋友你看一下 2009年的空拍图 一样的比例 你注意看 红色这两块 不是我们特别弄 这里是平平整整的 对不对 霸体的这个地方 结果你看 到了这边以后 它这边是不是 Y7扭霸了 很明显 而且这是卫星图表 是什么 看得出差别 你从外太空用卫星往下看 你都看得出来 所以你到现场去看的话 它绝对不是平整的 那就来了 你看2009到2019 适合十年 你告诉我 这一座大坝 可以挡千年一遇的洪水 没有 你这样歪高齐差 歪轻扭霸的这个霸体 你看到这边本来是平整的 现在变成这样 还有这里也是 所以它不是只有单一 就一个角度而已 可是观众朋友 这个事情在2019年 被提出之后 当时一开始 中共道路官方是否认 他甚至还讲说什么 说Google 我也是在拍我们 那个计算方式的问题 呈现出来 会有一点变形的落差 不是实际状况 可是到了第二年 2020年的时候 终于新华社官方就承认说 是的确是出现了 位移 渗流跟变形 但是他还是在强调说 好啦 是啦 是确实有变形的 一开始说没有变形 后来成立有变形 但是后来 2020也是告诉你 虽然变形 但是它很正常 变形也不会影响它的作业 可是这个三峡大坝 在十年之内 就已经出现了 变形这个事情 有很多的工程专家 也不敢公开的 发表这个谈论 但他写了很多文章说 因为当时做三峡大坝 的团队虽然好 可是做大坝 跟后来负责验收的单位 是同一个 所以就不会 求援监裁判 你就没有办法 你做好以后我来审 是 就会让那东西更好 但是我做 我自己审 那当然后来 后续就会过关 所以三峡大坝的 这个见底是不是 真的如之前的12项预言所说 到最后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势必把它炸掉 其实在这个变形图 出现之后 很多人都越来越担心 董熊这件事情 真的不要发生 你看到没有 第一时间告诉你说 大坝变形 不承认 隔了多久之后 他说 有啦 有变形 可是又退一万步说 三峡大坝变形 还是小 真正该担心的是 滲漏 来 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是一个多大的落差 老百姓在这边看 有没有 看这边就是 2020年两年前的武汉洪灾 对 那当时你看 连这个小凉亭都被咽了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 那个水的高度 就像如果以台湾来讲 台北市的大道城 它外面大概两三层楼高 四五公尺高的那个 你已经全部都是水了 所以我站在堤房外的时候 其实里面都是水 两三层楼高 你注意看 因为它已经高于 这个一般在外面 堤外的人 那个水的高度 所以一旦 第一个大堤如果撑不住的话 直接会溃堤 这个画面是什么概念 你刚刚提到了 我今天站在堤内 看着外面那条河 结果河的水位居然在我头顶上 悬在我头顶上 简单讲就是说 如果我住在河堤外面 我住在一楼的时候 我在睡觉的时候 其实河是在我的上面的 太可怕了 导播我们再放一次那个画面 它非常清楚了 它等于站在河堤上 我先拍长江 结果我拍长江以后 我再把它倒过来看以后 原来在河堤里面的下方的部分 大概三四公尺的地方 是停了一堆的车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画面 导播我们再放一次 有没有 现在看到这是有没有 这就是河嘛 那河你看这个水面 已经快要到我的堤防了 可是我向左转的时候呢 我看到在我站的位置 往下 还有一大堆人在那边生活 有马路 有停车场 五七爆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四月六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爆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爆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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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